晚婚果冻橙真的好吃吗 就这样的果冻橙啊 吃起来口感像果冻一样 我拿到外面去啊 他们最少给我七八块一斤 我呢给你们十几块发一箱 因为啥呀 还不是因为咱们有感情吗 嗯 真好吃 果冻橙 这么好吃还这么便宜吗 买回了 三十九块九五斤 不是十几块钱一箱吗 咱们的感情呢 这里有好多好多小伙伴叫我拍的 我甚至怀疑是商家特意发给我的 证明他们家果子好 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 评论一下 哇 满满的一箱啊 它是有两层 大一点六个果子 下面只有四个 一共十个啊 五斤 撑一下 1168 1256 应该是不到2500克啊 要算上箱子的话估计差不多 OK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橙子 是这么小一个 嗯 最大的是这一个 也感觉不是很大啊 它这个形状就感觉更像橘子 而不像橙子 其实我还是看它那个皮特别薄 因为我上次买了个阳光橙 感觉就是皮薄水多 大家觉得这个会好吃吗 觉得好吃的抗个一 觉得不好吃的抗二 觉得我上当了的 一块头头 接一个啊 挑个大的 还行耶 看一下 它的皮确实很薄啊 我们来试下的汁水 到底多不多 这可是8块钱一斤的橙子啊 我有点舍不得 用碗接的 感觉是一般啊 就这些啊 说实话是没有超乎我的想象 我感觉应该是比它要多一点 盘一下 就是橙子的味道 有一定的酸度 尝尝这个渣 这里面水分还是很多 果冻橙 我感觉就是普通的橙子 有可能挤完汁了 没有那么的水分啊 我感觉吃不出来什么特别的味道 我们来炒一下这一遍 它的水分还是真多 但是是偏酸的那种类型的 味道我感觉是偏向于橘子 而不像橙子 主要是以酸为主 甜为辅 果冻橙是这样的吗 它的口感是比较嫩 比较滑 但是它又比一般的橙子酸好多 再试一个 这个皮就更薄 也更漂亮一些啊 虽然说它小 有可能更好吃啊 我们来试一下 还是偏酸 它真的是酸的 其实我一直以为橙子是那种非常甜的 但它这个就是偏酸的 你一吃下去酸就是主导 整个来说还可以吧 价格的话没有它说的那么便宜 没有那么甜 皮的话是很薄的 水分也还行 OK 今天这个果冻橙就吃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网红美食可以留言评论 喜欢视频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